高雄市长韩国瑜多次怒批蔡英文 逼得蔡英文不得不亲上火线反击 港媒发表评论称 韩国瑜有关两岸的言论 执及民进党和蔡当局的软肋 更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国民党在论述上的软弱颓势 蓝莹士气更因此大政 据香港中评社报道 高雄市长韩国瑜近日多次谈及两岸关系 在两岸论述之争上 主动出击大声呛菜 除了令自己统一的立场更清晰 更帮助国民党扭转了在论述上的软弱颓势 报道称 韩国瑜的观点概括来说主要就是三个方面 第一 台湾有两条路选择 一条是台独分子充满忧虑恐惧 时时刻刻担忧被大陆吞并的路 另一条则是充满光明信心 承认九二共识 与大陆相向而行的路 第二 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是指负为婚 双方应把心胸打开知心交往 第三 两岸应逆浓我浓 进一步加强各方面的交流 中评社称 韩国瑜对于两岸关系的这凡论述 新鲜 直白 务实 对蔡当局的攻击力十足 同时也引发了台湾各方的关注讨论 国民党过去支败 一大原因就是论述缺失和软弱 在统独问题上亦步亦趋 拿相跟败 最新的典型是有轻壮代人物 竟然附和蔡英文的四个必须 自施立场 让蓝赢支持者感到失望 然而目前看来 韩国瑜已抢占了两岸论述之争的主动权 不仅对蓝赢时期有很大帮助 对国民党打赢2020年大选也相当有利 另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 韩国瑜对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提出批评后 绿营坐不住了 台梅城绿营可谓清朝而出 除陆委会、农委会、陈其迈、苏贞昌外 就连蔡英文也提强上政 叫嚣两岸从来没有指负为婚这回事 并算以为又多了一位陆委会主委 针对蔡英文的回应 国民党前立委孙大千讽刺称 蔡英文真的是一位看起来很勇敢的说废话高手 网友也纷纷留言呛称蔡英文 废话脸片正是不干 只会拼政治的空心菜 什么时候帮农民拼经济 民进党在去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中惨败后 九二共识越来越成为岛内民众的呼声 台湾一份最新民调显示 由于五成民众认为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 52%民众认为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 84%的民众赞成两岸 应以促进和平稳定发展为前提展开谈判 此外也有71%的台湾民众赞成 台当局要更积极与大陆进行经贸合作 然而对于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满意度 70%的台民众均给出了负面评价 issä crushed 自由 5分钟 1分钟 3分钟 飞进行